这是... 这里是快船 让我回去 经过任务世界 完成之一 让我们自己的世界 谁要能回去复仇 让我做什么都行 这是六年 四五千二十四千 南希 爸爸给你 百分之三学的武汉好 那 我不同意 哥 我们此任务 周静泽 周凡希的哥哥 不对 不是亲哥 不是真正的 最佳道小语言 不对 本次任务 二 传识成功 先说好 任务这么难 远砸了可别怪我 传识到解释 三 二 一 传识成功 我吃 痛 我衣服呢 是周静泽 我做事没脑子的人 居然因为被前男友 将几眼甩 自杀进医院 我跟手炮 那个专时出现 自杀 人子因喝下了 还有大量的水 被家人入惹 自杀 我根本就不是自杀 你不用说了 是不是自杀我不在了 刘灵卿 查查周静泽 对我的好感度 好感度 三十 这么低 周静泽 从前 四 四 三 四 四 他还经常 哥 哥 我知道错了 哥 西西安 你吓死妈妈了 哼什么活 还不是你惯 看看现在 撑什么样 不请严厉 手输你 这个周静泽 看似鲜花灼迹 实在烈火 烹牛 怪不得知道自己 不是青春的那么害怕 到底是谁想你的命呢 四 祖 想好 跟着周静泽了吗 当然 好戏开始了 温馨 周静泽谈生意 为什么来着 周家背后的工资成业 都由周静泽负责 合作一块 上 一眼那里 若大小姐偷偷跑出去了 知道了 他肯定要找我 有了有了 警部语 目标好感度 养二 当前好感度 二十 周静泽是不是有病啊 对不起 请你喝一 学语 下来 不知 滚开 装什么恋 别给脸 不要脸 我现在很生气 你别惹我 你敢打我 信不信我让你出不了这个门 是吗 追 溜出来就是为了被人追 可真是越来越出现 小子你谁呀 我警告你 你爱你 我让我来不记得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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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奇 这就是周骑泽的那个军队助理副四流 是 牛逼啊 你 你们 周总 周小姐 张经理 你可算来了 赶紧他们拉出去 打一顿 说什么 这人都是敌他们笑一个大小姐 跟你道歉 张经理竟然经营不好意思 那就换个人 四流 明天让人说 给我一个回答 你给我回答 老老是一指代 我会告诉爸妈 严加看 我 林奇 周静泽呢 是 现在已经早上十点 周静泽所的生态 昨天还掉了两个好感度 真是搞不懂周静 理解 周静 我哥他进得去哪了 生态他这次见都不会回来 这间公司比较忙 那我不是根本见不到他 不行 哎 大小姐你去哪 你不吃早饭呢 我 从今天开始来公司上班 就 一定你的位置吧 嗨哥 你又吵闹什么 我决定来公司给你帮忙 给我从你的助理做起 怎么样 警告 原主任的工作 主任要做上班 违反原主人设 想做助理是吧 四流 把你手头的工作交给他 好的事 这么多 现在 你给我出去 知道 我中心凶干嘛 大小姐 少爷最近真的很忙 你还是 怎么 连你也讨厌我 怎么会呢 负责留止是周家的一条高 事我多罪 副总终 这是之前的项目 周凡西 你怎么在这 林文青 新政的周家战小姐 文顶 之前对原主打扰的高度 看来 文顶还不知道 自己是专政的聚集 我啊 帮我哥打理公司啊 妖魔鬼怪轮番等场 真是 越来越有意思了 你们先聊 我去处理小公司 没想到啊 老同学竟然在我们家公司上班 以后我们就是同事了 多多关照啊 不论你在这假信息 像你这种草包富二代 才是待不了多久的 待不了多久 林文青 你说这个原主 周凡西怎么这么招惹恨啊 叶哥哥都这么讨厌他 蓝地集团刚刚拿过的 就是集团的商业集团 公司一定有内套 我不管你有什么方法 都必须给我拿回文件 出内套 雷琳琴,有人說,我是幫他搞定這個麻煩,他會不會增加好恐怖啊? 是,我們進入藍帝集團,都會文件 藍帝集團前進 我會看有鞋子,是嗎?我也會看有鞋子,是鞋子 也太簡單了吧 U盤到底在哪裡啊?這兒沒有,這兒也不是 藍總來了 有了 怎麼是有些了? 這是,什麼? 沒想到這麼容易,雷琳琦,多謝你幫忙 我幫你把被套的文件套回來了 我幫你幫忙 怎麼辦啊,雷琳琴 是哪位啊? 不管啊 蠢祸,我是藍心,你們藍總的女兒,我來這兒,有什麼問題嗎? 原來是大小姐啊 張總監,藍總在嗎? 啊,這不是周凡希的前男友嗎?她肯定認懂我啊 周凡希 嗨 本來,你怎麼這麼多男人啊? 我呀,你給我帶著 你就在前面,給我追 什麼事,你怎麼這麼多男人啊? 我高興 我來幫忙 我去找找 家裡 我搭拾 請 趁小姐 總是 懂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不是嫌我的梦 看完了呀 总算知道为什么你宁愿住公司都不回家了 你呀 不要一个人承担家族的过足和责任 这些事情说到底都是父辈的纠葛 这些话就像什么 那是说明我成长了呀 小心点 周家黑到起家 做尽坏事 父亲把这堆烂摊子丢给了我 所以这么些年 你想以一己之力把周家洗白 什么是洗白 做出的措施没办法改 黑就是黑 人生的再好 我会和你一起承担 我可真是太善见人意了 和你一起承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弟果然不坏好 看好了 灵灵心 哥 你怎么来了 让你先聊 这又是你 我怎么喝水了 谢谢了 关弟 你没事吧 温迪 你先回去换身衣服吧 陆子柳在外面见你 你来找我干什么 我不是来找你的 我是香景岩的女伴 你还喜欢江景那小子 香景岩 再飞机 你拿个银子 你拿个银子 拿个银子 你拿个银子 拿个银子 我拿个银子 拿个银子 你拿自己搞的美好 你又会是衣服吧 谢谢 走飞机 你比我等着 哥 哪一结合 我只喝茶 这人脸太简单了 富莱助理 你很闲吗 周少爷想喝茶了 快去泡茶去 好 这里是公司 不是你家 你凭什么对富助理一直去使呢 连连是我在帮富助理工作 不然他怎么能闲到跟你聊天 哥 你都要长穿自闻了 知道吗 好感动 少爷 让新小姐亲自为你泡茶 他刚一别在 哪有时间给我泡茶 拍马屁拍马蹄子上了吧 越来越没打没笑了 好感动 这好感动 怎么卡在巴士 我不长了呢 我们这就是女儿 真是长大了 情人疯狂的 她先回班 好 那就只能打破兄妹壁 揭穿身份 我看你的你想怎么非在哪里是 永远 дел out 年龄 开始在白色 永远七 给我和温迪换ING 永远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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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我永远七 这么快的吗 来 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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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还有一个 什么东西 你还没什么 好吧 医生 情况怎么样 两人身上没有任何伤口 但医师血够多导致昏厥 现在急需肤血 你是家属吗 说我的吧 我是大哥 这不可能 肯定是你们搞错 不会错的 周女士的血型和您对不上 不过 另外一名姓温的女士 和您血型完全相符 有没有这种可能 您上次走得太匆忙 认错妹妹吗 不可能 我跟我妹妹生活十多年了 我建议您做一个D.A.检测 你确定樊西 不知道周氏的秘密吗 她一向不关心这些 以后 文底就是周家天机 周氏必须和樊西 断绝关系 爸 樊西虽然不是我的亲妹 但她毕竟叫了我18年的哥哥 静泽 以后这件事 你就不用插手了 上海分公司那边出了点事 你去处理一下 爸 一天不思绪的时间会受命 身为你翻身越来 你怎么了 你追着日落 思乐 这一点 你还能照顾下开心 师兄醒来了 老师姐 中士必须和樊西断绝关系 你怎么在这 起开那是我的位置 樊西 你还不知道吗 老头子 你让女儿穿饭再说不行吗 女儿 睁开你的眼 你好好看 我周振华的女儿 在那坐得好好的吧 你们在说什么 妈 这是什么 对我 妈 一定是搞错了 你根本不是周振的亲生女儿 温迪才是 妈 他说的是真的吗 在周振你要吃就吃 想住就住 但从今以后 周振的女儿只有温迪一个 恭喜你啊 周振华 放心 让他走 第二步 辞掉工作 火哥 不 周静泽呢 你先冷静一下 少语出差了 应该才回来了飞机场 哇 温迪才是周振的真情 他呀 是个冒牌 一切紧在掌握着着 喂 少语 上去也算好 干什么 不是留在冲冲里 要不要再交叉 不要 我身陷险 险 让周静泽救而不得 他一自责 这好感动自然就上去 你看 现在说早早早早早到 后来到了 下来 我 他现在怎么不接电话 是吗 天你们也不欢迎我了吗 你在哪里 怎么几天不见这么落魄了 我刚刚喝了 喂 对 现在应该叫你温小姐吧 知道你对我们都做出什么了吗 看在你以前老买单的份上 把这瓶酒干了 咱们停水煮饭喝的时候 好 不想我 不想看 你敢打我 你超级 太多了 来西 少爷 我来一次就把 和西姐出事 你怎么笑呀 我那么最近 周费希 周费希 我还在做 那些人心里不像 你怎么说 你让我打成功了 好 下次 最后不准在两家族关系联系以前的附家子里 赶紧过过自己 平时都说好不容易亲戚 养了十八年了 说个字咱们就不出家了 你不说话没人办法 你们别吵了 周金泽 送我去见我亲生父母吧 四流 去问家 我是你们的亲生女儿 来得正好 好人过了头了 知道谁是你亲生老子了 赶紧先拿一百万出来 再动手动手 把你手给剁 这里没有三十万 就当做你们生我的报酬 等等 就这么点钱 就把我们打败了 你们是想要这三十万 还是想要坐牢 关你不报总是有女人 她有养育者 我可不一样 你脖子倒不一颜色 不知道被这三点 这次算是今生出户了 不过还好 享受了十八年的荣华富贵 都说有减入说易 有说入减难 我不这么觉得 说无分文 反而一身轻松 我还真怕你像上次那样 许子觅活呢 讲紧言 别往脸上贴金了 对了 哥 我上次真的不是要自杀 是有人要杀我 等我醒来 就在医院里了 这么大的事 你怎么不早说呀 害得我背锅 因为杀我的人跟我说 我不是周家的亲女 所以你早就知道 对不起啊 哥 你能早一点还你一个好妹妹 怎么会呢 只要你愿意 永远是我们的 四六 查清楚是谁要害怕 好感觉 江英 都不好感觉 天立千 留下两个任务 很快就能完成了 还差十点好感觉 能周静泽这个工作狂魔 帮我查明尊修 完成任务值可待 你不接受周静泽的自己 这小孩呢 有什么难受呢 你跟我说 我不用 我能自己养活自己 再苦再累 自己受伤 女人这是依赖 男人就不会珍惜 每强踩人设 才是男母女类的王道 有点简 凉学的还有很多呢 那个房子虽小 但很温馨呢 不知道室友是什么样的人 这房子这么乱 采光又不好 最重要的是 你怎么能和男生合作呢 还说是这种男人 我怎么了 我这不是人 几天不见 没想到你已经沦落到 跟合租的地方 需要我周氏集团的接绩 你不管太高 安西 你确定要和这种 居心辅测的水 不管怎样 反正我不会再接受周氏的事情 安西 小静泽 你不是工作很忙吗 走走走走 快走快走 拜拜 拜拜 快走快走快 拜拜 拜拜 买难记你也舍得出来 从并有个余荣的墙吧 不老说 我也没买菜啊 妈让我带来 周静泽 你在这干嘛 妈说想见你 让我来劝劝你 你跟周太太说 我最近比较忙 不回去 那你下一步什么打算 找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 秘书 助理 还是文元 演员 怎么 很出心吗 没有 我只是觉得 我好像从来没有问过你 你喜欢什么 我喜欢你啊 周太太 糖醋里及辣子鸡 旅游 追剧 还有江几言 我这个人很简单的 江几言就算了 好 对 当今回到最后继续 喂 我面试通过了 谢谢啊 我有工作了 你根本就不是这份鞋了 这不是温帆戏吗 怎么沦落到靠拍广告 我都要挣钱了呀 自食其力 没什么不好 开始吧 嗯 接过来一下 你这不行了 你得蹲下 什么都还可以逃去吧 算了算了 你还怕什么 行 下一条 好 来看一下 你干嘛 哎呀 凡西 你帮我干嘛呀 快掐探快掐探 少爷 你快过来吧 我你在欺负凡西街 这可是包定的去 你帮了 可得赔 就呀阿姨 他们嘴是伤到天边了吗 能帮到你 你算哪根子 也配跟我说话 嗯 白痴你别怕啊 我今天就是热工作 也有个大事的事 我家每天掠净了 一无一时的把你拍散 裙子我会配 但是你当然要配 而且温帆戏 你记住了 你已经不是周家大小姐了 我想怎么才 就怎么才 我今天就让你拍下来 我今天就得热工作 也有个大事的事 一无一时的把你拍下来 我还行 你记住 我想怎么办 那我 你不信 这不是等你来救吗 早晚都要让他撒清 我欠了他十八年的认识 他只是破杯咖啡 不过分 错啊 你看到了 是他自愿让我到的 说是从偏需要 以后 咱们两清了 走 你待会儿再换身衣服 你想了没 原来你说的家 是周家 你以前的衣服都在这 衣柜左边 第三条裙子 你上穿的这块衣服 我都忘记了 你怎么知道的 我刚才问李嫂 可我们刚刚一直在一起啊 你都没有和李嫂打招呼 难不成 你有毒心术 那你猜我现在在想什么 赛经泽 你看女朋友回家怎么不提案说一声 妈 妈 我喜欢白希 妈 你不是一直希望白希回家吗 那也不是用这种方式 你不是一直希望白希回家吗 用这种方式 我朋友的剧组说缺一个女配 你要不要去试试 老人说是一个很讨喜的女配 好啊 你干嘛 剧情就是这样设定的 你不知道吗 林芊 关蒂是不是在附近 这种好事肯定少不了她的产品 很好 白希 咱保持住啊 再来一遍 好 再来 我哥是这个剧的金主 只要你按照我说的做 下一步就是头子的心 你还是大女主 嗯 你起客机才好多多过来 好 咱们继续啊 3 2 1 开机 是谁啊 谁让你进来 哎呦 哎呦 周总 自动大厦光临 给你们介绍一下啊 这位是周总 当一部最大投资人 周总 辛苦你啊 辛苦你 不好意思啊 周总 还好人 我和您说 这一步都行 那我没行 好 收工了 你能不能别老师来看吧 这让人说起话的 妈 你想要你 周总会就回来吃饭吧 不是说没有关系 不再联络了吗 妈 我带凡希回来吃顿饭 凡希回来了 周太太 怎么这么客气啊 来来来 小李啊 今天晚上加两个菜 一个糖醋里吉 一个辣子鸡 员工了 希希啊 你现在怎么样啊 你都住哪啊 你都做什么呀 我现在租房子住 尝试在做演员 过得还不错 周太太 不用担心 凡希 我有事跟你说 女星温范希带子进组 强行加戏 凭一己之力 毁掉整部剧 这怎么回事啊 最多半是问题搞得贵 我会处理人 这孩子 妈 哥 你们看见他 小杰瑞都黑掉了吗 摩开 这是三百万 以后我不许你和我儿子见面 我不想因为你 败坏我们周家的名声 周先生 我现在叫温范 姓名没有确定 还有周静泽 我建议您直接要求他 不过原理 温范希 你便不是好歹 兄妹相恋 这全中间 我周家颜灭何在 我和周静泽已经不是兄妹关系了 说到 你还是为了你可笑的面积 你 这么久了 周静泽怎么还没查到凶手 还有一种可能 周静泽已经查到了凶手 却碍于血缘至亲 选择隐瞒不说 我倒要看看 到底是不是他行为啥 下不了手 观点 你哥喜欢我 这个家和公司最后都是我 你 别有好意 你闭嘴 这小妈可做的 那也不会让你得出 那你以为爸单独跟我谈了什么 林几希身家心里的交给你啊 林几希 就寻找你 你死吧 我去去 要去去 求我 我认识工作 我 林几希 好感觉工作 我去 我去 准备好了吗 我去 哪里 不逃 是我没把话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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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几希 林几希 被周静泽赶出周家 被周氏集团出名 现在正在被网报 网报 周静泽干的 别像成文冷静的周静泽 也会这么冲动吗 少爷 温迪 死了 什么 怎么死的 林几希 是周静泽杀的温迪吗 不是 还在查 但是 说 但是 先后你的人员 是少爷 现在温远情况怎么样 现在公司高算都说 少爷为了争夺家产 伤害了自己亲妹 我处理点事情 我解决了这事儿 温迪那通电话 到底是给谁打的 傅思流刚才紧张什么 那个被周富杀死的刘四福 看到 傅思流 林几希 傅思流 林几希 我需要你的帮忙 我傅思流 是你经营 但不知他 是你 先去公司 他 是 是 我 思流 伤害凡系的凶手 还有公司的内队 你擦得死了 卡到 刚刚卡到 是谁 是他 我问你是谁 你是谁 是 蠢职男 等我 江几颜 周定泽有危险 你别生气 你是傅思流 太阳杀周定泽 都是几顿 这都是几顿 林几希 生活目标 可能中途死亡吗 没有 师傅 再快一点 为什么 你还记得刘四福 刘四福 我不祈祷 因为他爱到 他没想到 你给钱 光了他 十年前 那个被别人 杀死的刘四福 周定泽 就是这么告诉你 刘四福 到底是你什么人 十年前 周定泽 把老对头 刘四福的公司 逼到破产 刘四福在外 躲宅 并过年都不敢回家 后来得知 自己老婆 在大年三十晚上 衣冠不成的 死在了 来讨债人手里 那时候肚子里 还怀着五个月的孩子 参加葬礼途中 被埋伏的周正华杀死 当时刘四福 十岁的儿子刘延 就躲在树变 护树下 轻眼看着 我 就是十年后的刘延 为什么是你出周家 为什么要牵连凡希 周凡希 他本来就是个 王二皇子 要快就快 他得到了周氏 百分之三十的股份 我本来想先杀了他 再杀了你 然后让周老公的 犯罪证据 给他判个死刑 陈敬哲 你在哪儿 我就是十年后的刘延 陈敬哲 你在哪儿 仓库 我在仓库 别动 别动 你猜猜我为什么选一楼 正好 放下你手里的东西 你就是个疯子 我承认我们家对不起你 但是周氏集团上下一千多个人 过是无辜的 我可管不了这么多啊 看到你们周家越惨 我就越痛快 周净泽 陈敬哲 你在哪儿 叫你赢 听 叫你俩名字的 怎么不答应了 要死 别打了 你来干嘛 走啊 陈敬哲 你疯了 哎呦 你叫我迷糊 你叫的这么好听啊 是我们周家对不起 不要伤害白熙 好等一下 周老虎怎么还不过来 再不过来就先杀命 再杀了 我周氏帅和片家 陈敬 我绝对不能去 我们的女儿已经死了 我们才失去儿子 这就是个局 一个为杀我设的局 我们报警吧 你想毁了周家 这小子手里有我杀人的证据 绝对不能报警 那个是你的亲儿子 难道你就这样死不救吗 我说不去就不去 我说不去就不去 看来那个周老头一点都不想救你啊 温迪呢 温迪啊 他死了 是你杀的吧 我不想杀他 但是他太不可哭了 一呼吸 事已至此 他就必须死 杀心 杀心 住手 怎么了 杀心 滚底 你为什么要给我打电话呢 这么转 这样会暴露我的 你为了周静泽 处处照不得去的 他的信任 就是为了把他当强势 你有什么脸说我 始作勇者明明是你吗 周静泽接手公司 从来没有做过违法的事 上一辈的恩怨 不应该由他来承担 收手吧 你周家感激杀绝的时候 谁也要收手了 费西 一定要坚持住费西 不要 我还知道很多你喜欢的东西啊 费西 千万怎么有事啊 费西 我还没听见你说我爱你呢 费西 费西 好 你不用说了 是不是自杀我不在了 周费西 溜出来就为了被一群人追着他了 哥 我帮你把被偷的文件偷回来了 知不知道怎么着有多危险 拍马屁拍马屁子上了吧 越来越没打没笑 你在哪里啊 费西你怎么不接电话啊 这一天我不在 你按照照顾一下费西 费西 你再动手动手 我就把你手给剁了 周费西 说不动 凤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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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没保护好吗 爸 妈 我喜欢凤凤 我喜欢你啊 没有你 我无法和续 我不能抵累了救命 只是我还没有 无足勇气 还没有 对不起我 爱你 就算我爱你 是傅子流他要杀周定格 是我们周贾对不起你 不要伤害凡 是我们没有状况 是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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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姐姐姐姐姐 小朋友你叫谁呀 我找周定格 他是我爸爸 哇 文西 爸爸 哎呦 谁啊 我们 姐妹们 老板竟然结婚 不必然了 来 来 我还想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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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想到你 胡静泽女儿 南风集团没说过句话 就先暂定这样吧 大家没什么事先下班 多灵溪 放学不能我接你回家 自己凑溜出来 说是不是小艾哥 对不起我错了 韩西你别生气 你的错一会儿再说 我今天必须好好教训她周灵溪 不是灵溪 你别拦我 你要怪灵溪 老板一会儿就会 对不起老板对不起 老板竟然在办公室玩这个 以后王子和公主 幸福的生活在了一起 期术 李希腻 能量积攒能怎么样了 多久开启下一个任务啊 能量积攒已完成 速度我可以随时开启下一个任务 코로나19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